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当我们遇到了现实世界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是这样的 甚至经常还会在脑中飘过三个英文单词 What's the something? 很多时候我很痛恨这种无能的感受 我很希望我可以打败它 我甚至可以摆脱它 但是坦率地说过去了这么多年 新闻的经历之后 我想说很多时候 高歌猛进的我能 Yes I can I can do it 未必永远是正确的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恰恰是想 因为在座各位很多人 都想通过各种各样的项目 去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我想通过四个阶段 项目的开始前 项目的前期 项目的中后期 以及项目的结束 来分享这四个阶段当中 无能的力量 我想讲的第一个故事 是一口非洲井的故事 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 去非洲做NGO 他来到了一个非常贫困的部落 想要改变当地人的生活 这个时候 他发现 因为当地非常缺少水源 所以那边的妇女 每天需要走上 几个小时的山路 去到很远的山里面去取水 于是呢 他们就在当地打了一口井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口井打完没有多久 突然有一天就发现 这个井口被巨大的石块 废树叶和烂泥巴给封住了 他们想 那一定是有人在捣鬼 于是他们就费了很大力气 把石头挪开 把废树叶清理干净 把井口恢复原貌 可是没有过几天 他发现 这口井又被封住了 于是他们很好奇 他们想说 到底是谁在搞破坏呢 于是他们就埋伏在井边 Guess what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破坏这口井的 恰恰是 他们认为 最能够从这口井里获益的那些当地妇女 那他们就觉得很 really strange 为什么呢 经过了很漫长的调研和访谈 他们才发现 因为当地极度贫困 而那些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很低 他们每天都沉浸在非常沉重的家务之中 而他们一天当中唯一的闲暇时间 就是跟自己的姐妹团一起去山里打井的那几个小时 所以在有了这口井之后 用水的问题解决了 可是他们生活中最宝贵的自由时光被剥夺了 所以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是说 当我们洋洋洒洒地在试图改变世界的时候 我们其实未必知道这是不是对方想要的 我想到的同样一个很接近的例子是 我的一个采访对象叫卢安克 他是一个德国人 他不远万里地从德国来到了中国的 最偏远的一个山区做志愿者 他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以至于有很多志愿者像他一样 去用自己的寒暑假的时间 来到中国的偏远山区做志愿者 并且给他所在的学校捐款捐物 但是卢安克告诉我说 恰恰是这些出发点非常好的志愿者 他们对于山区孩子的伤害也是最大的 我很奇怪 我说为什么呢 他们告诉我说 第一 这些志愿者太想要改变世界了 他们太希望用他们非常短的 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去给当地带来改变 但是 他们能够在城里小孩子身上应用的那一套 在山区的小孩子身上 其实是行不通的 第二 他们忘记了这些留守儿童 他们内心中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 因为他们长期被家人遗忘在这样的山区里面 所以当志愿者是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每一两个月就要走一波的时候 其实刚刚建立起来的安全和信任 又被撕裂了 所以他们就很难再去相信别人 再去把自己交出去 第三 他们捐的东西也是很OK的 但是 他们其实是把一个不平衡和利益 带到了一个赤贫的地区 所以那些小朋友拿到这些捐款之后 他们会打起来 为什么你有汽车 而我只有书本 为什么你拿到的是棉袄 而我拿到的是毛衣 所以最后甚至有一个班的同学 集体投票把这些捐的东西给烧掉了 所以以上的两个故事给我的启发是说 这些志愿者都是非常有能力的 而且他们的出发点和路径 其实都是正确也都是好的 但是结果未必是OK的 所以实际上在项目开始之前 有的时候我们也许需要忘记自己的能力 放下动机 适当的表现无能 不要太急于去改变这个世界 观察 聆听这个世界的需求 也许是改变世界的更好的方式 我想讲的第二个故事 是我曾经在博客上分享过的一个亲身经历 我曾经有一次想给我的小房间买一张小床 然后我先看中了一张 这个价格也OK 然后大小也OK的床 觉得就是它了 但是我一转弯发现旁边还有一个价格差不多的沙发床 然后理性上让我觉得 同样的价格可以买一个沙发床 我是不是赚了 但是同时我又三号有一些犹豫 而这个犹豫又让我自己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要犹豫呢 于是我问了我自己几个问题 我问我第一个问题是 这张沙发床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 回答是因为它又能坐沙发又能坐床 价格还差不多 第二个问题 我到底需要什么 回答是我需要一张床 但我也不反对多一张沙发 第三个问题是 那它到底是沙发还是床呢 回答是它要么是沙发 要么是床 那第四个问题是 那作为沙发它能打几分呢 我想了一下说 好像也只能打70分 第五个问题 那作为床它能打几分呢 我又想了一下 好像也只有70分 所以问完这些问题之后 我心中就明白了我的犹豫所在 是因为说 它看起来是一个两用的东西 但是在每一个瞬间 它都是单用的 而且每一个瞬间 它都不是我的最佳选择 一个看起来双赢的结果 其实是双输的 那么有人又会提问了 说不对 可这些上还有一个 非常棒的东西 叫做iPhone啊 因为iPhone就是 又是电话 又是照相机 甚至有一天 如果它变成刮胡刀 或者吹风机 我觉得我们也会很欢迎 那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一个 像iPhone那样 perfect的产品 那你就可以去追求面面俱到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项目的前期 在环境和资源配置 都相对有限的情况下 那我们不如集中优势 做好我们的长项 因为less is more 放弃一部分的能 有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更纯粹的选择 我想讲的第三个故事 是一个飞行员和失速螺旋的故事 李中华是中国坚实战斗机的试飞员 他曾经解决了世界飞行史上 一个让人非常头痛的难题 叫做失速螺旋 也叫死亡螺旋 意思是说 战斗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会突然失去速度 然后就像一片树叶被抛进了漩涡里一样 头冲下旋转着往下 急速坠落 如果处理不好 就是击毁人亡 而且战斗机历史上90%的事故 都是因为失速螺旋 但是李中华很了不起 因为他发明了一种办法来解决失速螺旋 他听起来也很简单 就是把方向盘打到这个螺旋转的反面 然后把油门踩到底 在下坠的过程当中 等待失速的改变 但这个里面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 是在于说 当你做出这个动作 和这个动作发生效果之间 有一段漫长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面 旋转没有停止 下坠没有停止 你什么都做不了 你是无能的 但是你只能等待 你不能去怀疑你动作的正确与否 因为一旦你怀疑 一旦你犹豫 一旦你动作失误 那么就前功尽弃 有另外一个非常相似的现象是 我们中长跑和它的G点 它的极点 因为我们在进行中长跑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个阶段 我们的器官 我们的呼吸 我们的一切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极度疲惫的状况 可是在那个时候 其实你不需要加速 你也不需要减速 你只需要hold住 hold住那个无能的时刻 这就让我想起很多项目的中后期 尤其是作为一个项目的leader 其实内心深处是非常容易动摇的 是非常容易去怀疑自己的选择 怀疑方向是否正确 但是有的时候 克服内心的动摇 熬过那个最艰难的无能时刻 也许就是转机 现在我想讲最后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一个跟我个人有关的故事 也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故事 我回想起来 我好像还从来没有跟人分享过 大家可以看到一张照片 这是14年前我的照片 脚标是2002年的2月份 有的时候我会很羡慕这张脸 因为这张脸一看就是一张 没有经历过挫折 没有经历过失败和痛苦的天真的脸 额头上仿佛写着五个字 世界会更好 那会儿我在上大四 我在北京的一家报社实习 我接到的第一个报道任务 是去报道一个北京的村支书的腐败问题 然后我完成了报道 也发出了 但是后来有一个举报者给我打电话 他说事情没有得到解决 并且他本人还受到了打击报复 于是他邀请我重新回到村里 于是当时非常年少气盛的我 就跟几十个村民一起围攻了村支部 然后就强迫这个村支部书记跟我们一起开了一个村民大会 在那个会议上我很嗨 我制定了很多我认为对村民有益的举措 因为我觉得我是在为他们伸张正义 但当我回到报社的时候 报社领导告诉我 村支部的电话已经打到了 打到了报社 他们一致要求要把我开除 这是一个非常 隔了很多年之后 当时我的主编非常严厉地把我给K了一顿 他告诉我说你只是一个报道者 你不是政府 你不能去替政府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很幼稚 但是影响深远 因为在未来的十几年的新闻操作当中 我越来越意识到 有的时候我报道一个选题 同样的几十个 十几个选题 他会再来找到我 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报道了 我会很无奈 或者有的时候当我报道了一个case 可是十年后我发现同样的事情和悲剧还在发生 我一样会感到无能 或者有的时候我已经尽了人生最大的努力 可是节目依然没有播出 或者节目已经播出了 但是突然被下线了 等等等等 我觉得痛苦跟无奈的情绪 它经常会出现在我生命里 但是总有一天 当你发现你可以去心平气和地接受它的时候 也许你就已经开始可以打败它了 所以我想说 项目的后期和结束的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自己的无能和局限 知道自己的边界 明白 改变并非一日之工 其实也许就是成长的开始 我经常在想说 什么是成长 因为对于我来说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两个小人 一个是一个高能的小人 这个小人他会不停地给我们的自信充电 给我们打鸡血 给我们的未来去画大饼 说一些非常充满憧憬的话 还有一个小人 是一个无能的小人 这个小人永远在垂头丧气 说一些让人很不爽的话 在更年轻的时候 这个高能的小人 一旦遇到无能的小人 就是一顿胖揍 就把他打到鼻青脸肿抬不了头 还会跟他说 你不要让我看见你哦 见一次我打一次 但是当一定的岁月过去 当你慢慢成长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高能的小人 不再像原来那么彪悍和理直气壮 那个无能的小人 也不再像原来那么猥琐和讨厌 他们开始可以对话 可以握手言和 甚至可以拥抱在一起 互相说 哥们儿 你也挺不容易 也许这就是我心中的成长 最后我想用张铁志老师 非常喜欢的中国摇滚教父 崔剑的一首歌来做结尾 二十年前 他写下这首歌 他曾经问他心爱的姑娘说 我一事无成 但不清闲自在 我白日做的梦 是想改变这时代 我现在还无能 你还要再等待 你是否还要我 如果我失败 我想如果有机会 我想隔着二十年的时空 回答崔剑老师说 我们依然爱你 即便你失败 因为我们已经比以往的任何时候 都更能接受 这个让我们爱恨交加的时代的 无奈和复杂 我们也已经准备好 在全力以赴 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过程中 拥抱和接受 这无能的力量 无能可以是力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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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